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午的即时攻略 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现在的表现 内地股市方面个别发展 上证指数跌6点 步在3282点 至于深证城市是升10点 步在10666点 护心300指数是升4点 步3521点 创业板指数跌5点 步1911点 看来港股方面的表现 港股方面是偏远跌33点 二万4055点 至于国企指数方面 现在跌45点 步10120点 期指偏远跌34点 低水11点 步24045点 一节嘉宾请来Anno和我们讲讲 油价和金价后市的走势 阿罗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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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油价方面 都有个上升的情况 最主要都是因为 目前油价的新秀水平 前景都乐观 还有近期 地缘局势都相当紧张 例如北韩方面 最近都见到美国的航母 使用了北韩的领域 还有之前 聚里亚的尼比亚那边停产的事件 那么多因素加上 你看到油价短期来说 是不是仍然会向好呢 近期油价的确是升得比较急的 其实你看到今年年初至今 油价跌起来也跌得比较急 今次反弹也反弹得比较急 那其实反映着什么呢 我相信就是说现代段一直以来 之前影响油价下跌 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 公过于求的情况 现代段油价表现这么波动 因为其实公求的关系 其实我相信大致上 是接近去取得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就是说 一旦好像之前2月份那段时间 看到美国原油供应这么强劲的情况下 大家很担心 再次会有供应过程的情况出现 所以因此油价有急跌的情况在 至于近这两个星期 随着敘利亚的地缘政治紧张 北韩也有这些相关的问题 大家有对于打仗 相关的忧虑是在升温 这方面大家都推动到 原油需求的预测会提高了 也都在说 好像EIA近期来说 或者说一些IMF 国际的认可机构上 都在说 对于经济前景的看法都比较乐观 都上调原油需求预测 因此这些因素都带动到油价回升 你看到 近期来说 好像地缘政治的问题等等 例如说 利比亚的产量 也是出乎意料地 突然又再次停产 大家都觉得供应 可能短期来说 又会再次减少 所以刺激了油价 有个大弹的迹象 也在说 昨天有些消息 沙地阿拉伯未来 也会考虑 去延长减差协议 始终要留意 就是说 上次的减差协议 是11月份达成的 说的是维持6个月左右 所以5月份就会到期了 所以现阶段4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会预料 这个减差协议的细节内容 之后的执行 是如何去部署等等 大家会再关注近期 可能会有相对比较多的消息 言论出到来 这些因素 会很影响油价 至于油价短期来说 能不能够维持升势 始终在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说在聚利亚局势方面 若果从一个很短线 看一两个月的表现上 基本上就相信 局势只会越来越紧张 始终在说 整个聚利亚局势方面 现阶段最关键的因素 都是说俄罗斯的态度 究竟是怎样 未来会继续支持当地的总统政府 还是会开始变态等等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但无论它的态度是怎样 相信整个局面上 其实在说 特别是地区方面的情况 我相信只会越来越 说地缘政治问题 只会不断升温 很难说短期来说会解决 所以在说供应方面 预料其实都会 仍然是比较紧张 所以短期来说 油价的走势 我觉得相对会靠稳 甚至有机会再继续上升 但始终要留意 其实今年全年油价的预测上面 我都是维持每通优 大约看50-60 这些位置左右 未来有没有条件突破55 甚至试回60 这些水平 我觉得这个机会 真的不大 因为你会看到 其实始终仍然在担心 同样好像年头的问题 现阶段油价上升了不少 但一旦再回到55 美国的原油供应 会不会突然间又再次急增 有这些相关的风险因素 而说沙特阿拉伯 是不是真的会愿意去延长 减产协议上 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变数 始终不要忘记 在年初那段时间 就看到一些非油组国 即是俄罗斯意外的非油组国 他们执行减产力 执行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单单依赖 由早几位的主要成员国 包括沙特阿拉伯 去减产 我觉得机会未必太大 所以现阶段 每桶油升到53 这些水平 我觉得有机会再去上升 但我觉得升到55 左右这些水平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但是这些位置 我觉得一种油股 都会有条件 看好一点点 因为油价即使不能大升 我相信每桶油 维持着50至55 这些区间的情况下 上半年的业绩 其实绝对有条件 可以看告日先 刚才你也提到 其实沙特那边 计划在5月份那次开会 会建议将检产协议 现场6个月 但现在都见到 1月份已经开始实施 这一次的检产协议 对于油价来说 帮助又不是特别明显 1月份的时间 都见到最高去过57美元 但之后都回落 最低都见过47美元 的水平 你觉得就算延长 对于油价帮助又是否真的大 延长一定有帮助 其实在油价进行减产协议之后 油价没有一个大升的情况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美国在如此同时 都不断增大供应量 未来来说 如果它能够进一步去减产 或者延长减产协议 起码可以令市场觉得 未来供应过剩的问题 因为再次发生的机会不会太大 可以限制它的跌势 甚至能够维持升势 但是带来的作用帮助有多大 这方面就预料 不会有太大的效益作用 所以在未来来说 我觉得油价要突破每桶 55元 市场60元这些位置 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但始终现阶段 地缘政治紧张 这些因素 的确有条件带动油价 有机会突破55元左右的关口 除了金油价之外 金价同样受着地缘政治局势 紧张的影响 近期避险情绪高涨 恐慌指数VIX 升至5个月的高位 而金价在昨天的时间 都竞升了2% 同样是5个月的高位 今早是继续向好 六月份期金 是报价市1279美元 阿诺,你看看金价 是否同样的走势 未来也有支持 对于金价来说 短期后市 我都觉得有条件 看好一点 始终说 其实最影响金价的表现 始终都是担心联储局加息 以及会缩减资产负债表 这两个主要的因素 但现阶段 其实特别对于 美国加息的一方面来说 普遍预料都以一个 循序漸进的方式 即今年来说 都是加三次左右 如果真的落实和加息预期 没有太大分别 对金价来说 影响不大 因为大家在这两个动作当中 最担心的 都是令到美元过分走强 令到一些避险资金 从来 以前一旦要避险 就流入金 但一些安全资产 可能会流入美元为主 但现阶段 你见到的机会不大 主要另外一个原因 即使美国收税也好 缩减资产负债表 其实会令到 美国发债会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说美元 预料在短期后市来说 再次走强 有一个很强势的情况 机会不大 因此会带动到 金价可以做好一点点 但是地缘政治的因素上 能够带动到 金价升多少 我觉得这方面 会存在一个疑问 因为现阶段 聚里亚的局势是紧张的 但是不放在短期来说 可能会有些比较明朗化 或者俄罗斯的态度 可能会达到一些启示 可能所谓的一些避险情绪 现阶段 可能已经是一个最高的水平 所以说金价 短期后市 我觉得会有机会的续升 但是每盎司金 要升穿1300元 这些位置 我觉得未必真的容易 而且你看近期一种 金矿股的表现上 整体而言都没有受到资金追捧的迹象 在反映着什么 我都相信 市场都是预料 金价的上升 都只是一个很短暂的因素 嗯 好啊明白 都是省努力的分析 跟你谈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解答一下 家庭观众股票问题 待会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睇日文必答的环节 这次嘉宾是请你安诺 和我们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安诺你好 徐士好 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是有刘小姐的 刘小姐你好 是 大家好 是 有什么帮到你 嗯 真的呢 2669 我就在1.5.3元 就走了货 我现在又想补回 我想问一下 你们给一些意见 什么位置可以入回货 嗯 好啊明白 中海物业2669 其实刘小姐暂时没有货 想问现在的价位 是否吸引 还是可以留下来再买货 现在是1.4元 今天股价偏远 都见到股价连续回落了很多天 安诺建议她什么价位去吸引 那始终这个股份 由年初至今就升得比较多 那虽然你说由高位 它也都调整了不少 那但是 调整完美 我都不敢肯定住 那但是这些位置 那的确你从技术走势上面 可能有机会在1.3.8元 这些位置是初步找到支持位的 那也都说1.3.8元 是由2月份开始以来 一直以来的低位 都没试过跌穿过 那所以我都相信 未必会那么容易跌穿这些支持位 那所以这些水平 如果小柱去跌一跌 严守1.3.8元 这些指洩位 能够严守到这个指洩位 就可以天天看着 不看它 等它不跌穿1.3.8元 继续向上望 没什么问题 那所以这些水平 可以跌一跌 以1.3.8元 做一个指洩位 承担的风险非常之小 那至于短期后市来说 如果能够突破50天线 1.4.4元 这些位置 那目标 我觉得都可能有机会 看1.5.5元 这些水平 嗯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帮到你呢 是刘小姐 明白了 麻烦了 麻烦了 好麻烦你 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家庭观众 还有陆先生 陆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问941 我想看下这个时间 入如何 合不合 还有 就是 他会上到有多少 嗯 好明白 941 都见到股价是回了不少 现在去到84.3 陆先生就想问 什么价位可以吸纳 还有上网还有多少空间 我觉得中移动 短期来说 未必说会有太多利好消息 出道理 也好看大股后市的去向 现阶段 释放的表现 的确是差一点点 至于大股 调整幅度 我觉得就不会太大 虽然短期来说 政策层戀上 我觉得电信板块 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但是中移动 又不需要看得太差 其实电信板块 今年来说 很关键之处 就是看他们每次公布出来的 季度业绩上面 Abu 有没有机会有回升的势头 其实不需要升很多 只要升一两元左右 我相信对股价来说 会有很大的支持作用 而中移动预料 今年的派息状况 其实仍然会有条件 继续改善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回调多一点点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 中移动的股价 刚刚跌穿了一条中期的上升柜 我预料调整幅度 可能会深一点 但是如果股价有机会 落到83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薄反弹 我会建议 大约现今段 可以抠回83元 或者83.5元这些水平去买 至于止涉位 以分之前的低位 但是80元这些水平 不穿80元 继续中长线插着 至于暂时来说 中移动的上升某空间 不会太大 相信87元 50天线这些位置 会有比较大的阻力 但如果能够中长线插着 随着它的派息条件 未来有条件 逐步改善 股价也有机会 再次上回95元这些位置 好的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帮到你 是 陆先生 谢谢 多谢你的禅声 我们转听听听 另外的家庭观众 还有吕小姐 吕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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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什么帮到你 我今晚美图公司 一三五七 越来越赚 我用20元可以赚到 你 你 好 我们来看看美图公司 今天的股价11.8号 是偏远的 其实都看到 在那位置 回调了很多 他说有没有机会 想到20元 这只股份 你觉得前景是怎样 你说美图 有没有机会再次炒到20元 我觉得 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 但我自己对美图的看法 就不看得太乐观了 始终主要原因 就是 特别在图表上面 其实这只股份 令大家非常注目 都是由三月头 10元这些位置 一度炒上去23元 这些是高位 这一轮升势 而带动 其实这一轮升势 讲到很多分析 都讲到最主要是由 北水南下 去追捧这些科网股所带动 而事实上 在这一轮跌势之后 都见到北水南下的意欲 已经减少了 短期来说 我都觉得 再次会有资金追捧 这个机会 不是说太大 放置美图公司 基本上 我不敢看得太乐观 公司如何将客户 转化盈利能力 我觉得机会 真的不是太大 这些位置 我未必建议大家去买 反而会建议大家 留意到 50天线 或者11元这些支持位 如果股价跌穿这些位置 不排除会有更深的调整 好 李小姐都建议你 多观望一会 我们转听听 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 接通了有胡小姐 胡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请问一下股票 118 和6881 好 我们先看看118 你有没有货 在手 没有货 但请问一下 什么钱 可以买入 还有没有送货 多少支付 好 好 转头再问你其他的股份 118 招金矿业 5星2%到7.29 暂时胡小姐未有货 其实刚才我们上一节 和安奴都有谈过金价走势 这支金矿股 是否建议现在去耐纳 如果你做一些短线的部署 随着金价在短期后市的走势 未必会太差的形势下 可以去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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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升到7.4 这些位置 50天线 亦都见到有个明显的阻力在 股价亦都掉头向下 如果短期来说不能够突破50天线 可能调一调整线都不奇怪 所以我觉得从短炒部署上 下7.2 这些位置去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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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買回1375號 還有什麼價位入 中學多少次才找多少 知道 1375 中洲政權8元有貨 見到走勢相當之頑皮 近來都不斷跌 而且比起它的賣入價都沒有了一半 想溝貨的話 它都好看好中資競商股 阿維建議它在這個位置增持1375 溝溝淡號 還是轉過第二隻股份6881 中國銀好一些 首先講到內地券商股的看法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看 如果你說之前大時代的位置買了 我覺得你說在未來一兩年 要再見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的確不容易 始終講到A股 其實你看到內地的政策層面上 他們會扶持A股 但不會再希望A股會有15年大升的情況 很多時候一旦內地有些炒風 或者有些資金入市落在A股上面 如果說這些是一些投機性的資金 基本上中證監 或者內地相關的部門上面 都會禁止這些的炒風 其實你說始終在政策層面 都是以去杠幹為主 所以你說A股 其實後市來說 我未必說看得太差 在內地的經濟面上 的確有條件逐步改善 但是你說A股能夠大升 或者說有個大成交的狀況出現 機會真的不大 所以說這些中資券商股 其實後市來說 未必會有一個再好大升的空間 但是前景 都會有條件看好一點 想去加著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至於你說選些什麼 我會建議選一些大型的券商股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說過往那段時間 如果你說說有些大牛市 之前好像一面有個大時代 大成交的情況下 一些小型的券商股 的確是會有個比較大的炒作 由於他們規模小 所以因此 很多時候因為大成交的狀況下 令到他們會有個比較多的炒作 但是正如之前所說 預料整個2017年 或者是往後這段時間 A股未必說會再有些大成交的情況出現 至於券商方面 為什麼能夠看好 某程度上都是看回他們 可能開拓一些新的業務 包括一些資產管理等等 這些相關的業務 而做這些業務 大型的券商股 的確是會有比較多的選擇 或者比較大的彈色 在發展前景上 是會有條件看好一點 所以如果要選擇 會建議選中國銀河為主 如果從技術走勢上看 近期的股價都是比較弱的 10天線也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如果這些位置 你必建議去買住 真的要買的話 我會建議落到7元以下的位置 才去吸納 短期來說 可能有機會見分7元這些水平 但如果落到7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可以買一買去放一搏 7元這些水平買 就以分6.5元這些位置 做止蝕位 至於反彈目標 暫時來說 才會建議看8元這些位置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幫到你? 胡小姐 我還想問一下 354還沒有貨 我還想問下落到什麼價格才可以買呢? 我本身有268金碟 都是很高貴的 好啊 都記得了 胡小姐金碟其實已經有貨 但另一方面 她也看到354 這隻股份對有點興趣 但今天都回落 差不多2%去到4.37元 見到近期累積一定的升幅 現在就穿了一條20天線 後市的勢頭是怎樣? Anno 建不建議有268 再增持354呢? 我覺得你說中遠國際 要去買不太問題 始終是看回 好像3月底出的業績上都不差 公司的中企順利都升了接近6升 有4億多人民幣在這裡 公司的市盈率 亦都不算是貴20倍PE都沒有 但是你說 始終之前的股價升得比較多 現階段開始出現一個技術調整 是在所難免的 所以我覺得會後期技術調整 調整得多深一點才會去買 始終留意股價 由3月初 63.8這些位置 升到近期的高位 4.7這些水平 累積升幅差不多接近三成 所以說要調整真的在所難免 由而看技術走勢上 股價都穿了一條10天、20天線 剩下50天線 4.1的機會 會相對地比較大 所以現階段會建議等一等 等到什麼位置 可以留意上去年年底的高位 大約是4.2這些水平 所以我會建議在4.2 4.1.5 4.2樓下 可能是4.1.5這些水平 至於涉位 會建議留意 3月初的低位 大約是3.8這些水平 不斷3.8 繼續中線持有 至於目標 我會建議暫時來說 希望到不問這些水平 好 明白 謝謝胡小姐的查詢 這個時候回答WhatsApp的問題 回到WhatsApp方面 家庭觀眾想問 3.93落陽木業 落陽木業 有貨是2.95買入 想問一下前景是多少 現在股價是2.04 今天跌了超過1% 換言之這位家庭觀眾 那一手貨2.95是在捱價 要不要先走 我覺得暫時來說 可以再握住 其實很多有色金屬板塊 或者這些資源股 其實都好看他們 旗下相關的資源價格 各方面的表現 近期來說一些商品價格 整體而言都有一個橫行的勢頭 整體未算太過差 因此股價都同樣地 是處於一個整股代變的格局 但是始終說 論走勢跟大市一樣 近期來說有一個轉差的跡象 也看到股份 由12月底 即是去年年尾 去到今年年初 即是2月初 累積的升幅是比較誇張的 由之前說1.8這些位置 升到3.1 升幅比較誇張的情況下 若果再穿前 3月份低位 2.5是比較擔心的 而技術形態上 現階段是處於一個對稱三角形態當中 未跌穿這條上升跡之前 後市仍然有機會逆轉 再向上突破的位置 所以暫時會建議先拿著 但是要嚴守2.5這些止洩位 若果股價真的穿2.5這些位置 理性地止洩 擔心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甚至有機會試回2.1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 部署策略上會建議 以2.5作為一個止洩位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向上突破 如果能夠再向上突破 我覺得都有條件 後方升到3.1這些位置 才會股出的場 好明白 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問題都回答了 跟R做新報 我們剛才說過股份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有些分析休息一會 後來還有其他直播 我們下期再見